好了,今日Galaxy S23已上市 这部手机由三星推出 是今日上市最新一代手机 我进去看看详情 是今日上市的Galaxy S23 上年2月尾有了S22 今年是S23 2021年是S21 2020年是S20 好了,S23是今年最新的旗舰手机 看看,我们在2023年2月1日 已经收到Samsung的公布 今天2023年2月17日就发布 它可以有几种Gig数去选择 有128GB、256GB、512GB 而RAM就一定是8GB 没得少、没得多 它搭载Android 13系统 1UI5.1 一来如初日买 就已经搭载Android 13 1UI5.1 不用你自己升级 因为它是新机 所以它已经是好好好的 那当然它迟些可以再升多些级 可能升到Android 16 那些 或者17 就是今日的最新旗舰机 这个都不是叫旗舰 S23 那你就要看看 今天同时上市了S23 Plus Galaxy S23 Plus 今天同时上市同一天 今天同一天上市Galaxy S23 Plus 都是这个系列 别人整个系列叫S23 Series 或者叫S23系列 包括S23自己 S23 Plus 那当然也是 一样由Android 13系统搭载1UI5.1 S23 Plus 就少了 只有256GB 和512GB 128就没了 256和5128GB RAM 接着一样Android 13 之后就是今日的一样 很多功能 那今天同时在这个系列有三部 就上市买S23 Ultra 接着又看看 好了 S23 Ultra 就是在2023年2月17日 一样 今天 Android 13 1UI 5.1 嘖 啊 多些内置可以选 256GB 8GB RAM 256GB 12GB RAM 512GB 12GB 1TB 都是12GB RAM 哇 真厉害 唉 多好 你看看 是咯 1TB 也有12GB RAM 多划算 一部机 它给你1TB 其实没什么需要 它做大了 1TB配12GB RAM 512就配 都是12GB 多厉害 你看看现在的技术 不过不是 是呀 上年S21 其实是 好像印象中512 配16GB 好像印象中的 RAM数 它今年做得不够好 始终都有少少少 即它都有改善通间 其实今年 应该 都不是太上算好 但起码是够用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印象中 看回S22 好像有 512好像有16GB RAM 看回S22 Ultra 印象中好像是 但现在先看看 好了 以下来 就看回S22了 咦 不是呀 原来我都记错了 由去年 都是只有12GB RAM 从来没试过 会发展到16GB RAM 暂时 平板就可能试过 如果这么说 但现在SAMSUNG手机 是从来没试过 那现在明白了 即是 简单一点 所以 今年 S23 有 S23 有 128 256 512 配8GB RAM S23 Plus 有256 512 配8GB RAM 而S23 Ultra 就有 有 256 開始 256 256 8GB RAM 256 512 和1TB 12GB RAM 多少选择 好了 未来手机 Galaxy Z4 5 都应该会在今年的8月中 左右有发布 我认为大概 应该计算8月24 或者8月25 8月24 一个星期四 8月25 一个星期五 就是未来下一代的摘叠手机 Galaxy Z4 5 Z3 预计2023年8月24 8月25 发布 届时可能将会提高更多 全文好像说 接机来临下一代 不会有摘痕 做到 好了 即是说 今年的最新旗舰机 Galaxy Z23 我现在就看它的寸数 我现在只看S23的寸数 螢幕尺寸 螢幕有6.1寸 S23 S23 Plus 就有6.6寸 6.6寸 S23 Ultra 就有6.8寸 而是正方形的 3支笔角配S-Pen 不是 先看清楚 这个就未必有S-Pen 看起来 这个就没有S-Pen 但我也要先看 如果你不清楚 可以查的 好了 最后经过搜查 S-Pen 是S23 系列里面的Galaxy S23 Ultra 独有的 它不可以在S23 和S23 Plus 里面出现S-Pen 唉 这个令人有点失望 S系列 你一定要买到最贵 才有S-Pen 真的不值得用 三星 这么贵 好像一百万元 如果你是S-Pen 如果你是S-Pen Ultra 那就真的不值得了 所以 说真的 三星都要买自己 適合的机型 可能建议买S-Pen S22 而来年 2023年8月 将会上市 Galaxy Z-Flip 第五代 也不要马上去买 因为会很贵 好了 今天主要讲了 S23 和未来手机 Z-Flip 5 今天是这样 拜拜 拜拜